35. 星島日報 環支會初高速船改經新跑道北 2015年7月14日港民A14環支會作討論基管局就機場三跑道 環評所提交的海上交通管理計劃 以減低對中華白海豚影響 基管局增提出將由海天碼頭開出的高速船數量 限制為每日平均上限九十九班 並將船速減至時速十五海里 有委員質疑由碼頭西行往澳門及珠海的高速船 改航道繞過沙洲以北再向西行 反而經過中華白海豚較常出目的七色水域 建議基管局將部分高速船改經新跑道與沙洲之間的水域 環支會委員洪永達指出 雖然基管局提出將受影響範圍的高速船 船速由三十至四十海里、降至十五海里 並將佔四成的澳門和珠海西行高速船 改經沙洲以北再向西走 但該水域接近沙洲及龍古洲海岸公園 屬於中華白海豚較常出沒水域 改航後對海豚反而構成危險 認為船速應進一步降低 與海岸公園同定為十海里 他由提問船隻可否發出音頻叫海豚的歪 可減對中華白海豚影響主席林群星 建圖 表示,有委員建議基管局將部分西行的高速船 改經三跑道以北與沙洲之間的航道 減低對中華白海豚影響 又建議其餘六成向北行的高速船 一併減速至十五海里 基管局代表回應指 改經沙洲以北市國際海豚專家建議 會有監測系統實時監測高速船數量和船速 認為對保育海豚最有效,最快今年底開始改行 若船速減至十海里,或影響其穩定性 並不可行 會方正等候基管局回覆建議 再決定是否開會 一切代環保處處長批准才可動工 記者吳俊賢 記者吳俊賢